看影片之前提醒你,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瑞典首都斯德格尔摩一座有着140年历史的游乐园 昨天发生一起骇人事故 游乐园里深受游客欢迎 平均每一年会接待超过100万人次的过山车意外脱轨 造成一人死亡,九人受伤 当中还包括未成年孩童 事发当时过山车载有14人 因为前半段部分脱轨 导致部分的乘客连人带车厢从30米的高空坠落 事发之后,工作人员马上疏散到访游客 以方便救援人员进行抢救 瑞典一座游乐场发生过山车脱轨事故后 从网络流传的画面可以看到 有乘客被甩到轨道上 也有部分乘客受困在空中等待救援 事发后,当局派出救护车和消防车到场救援 并把伤者送到医院治疗 警方也立刻封锁现场 以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 有目击者表示 他先听到一声金属撞击声 接着就发生了意外 无论如何,游乐园将关闭至少一个星期 以协助警方展开调查 三島邦 三山 三山 二座 四六仙